今天是2022年8月13日 今天我们来探讨日本2062未来人 所说的印度将来会灭亡中共 而且统治大部分的亚洲国家 你们认为这可能吗 大家一定认为不可能 因为大家都把印度人叫做什么 印度阿三 言下之意呢 就是看不起印度人 但大家大错特错咯 你要知道哦 印度在被大英帝国统治之前 叫做什么 叫做蒙乌尔大帝国 蒙乌尔的意思就是蒙古帝国 也就是说他们是由蒙古人建立的帝国 当时统治的领土 几乎是整个印度大陆还有阿富汗跟伊朗的一部分 还有中亚的一部分 而这个蒙乌尔大帝国的皇族 他的前身叫做铁乌尔大帝国 铁乌尔大帝国本来统治的区域呢 就是现在的哈萨克 还有乌兹别克 还有这个土库曼 中亚这一代 也是一个很庞大的帝国 而这个田木尔帝国的皇族 他们是成吉思汉的女婿的后代 所以他们就以这个 以他们是成吉思汉的女婿后代为号召啊 蒙古人在这个 原来的蒙古帝国灭亡之后呢 都来投奔田木尔帝国 后来田木尔帝国就南下印度 就占领了印度 统治印度从1526年到1858年 当时本来的印度是 领土是没有现在这么大 因为它是属于分裂的国家嘛 境内有很多小国都没有统一啊 是蒙古人来了之后 蒙古尔帝国呢 才把蒙古各个小国把它统一起来 然后又把领土往外扩张 成为一个很大的帝国 但是后来被谁给灭亡 被大英帝国给灭亡 所以 所以啊 2062年日本未来人 预言 印度将来会灭亡中共 统治整个中国 这不是不可能的 因为因为现在蒙古尔帝国的皇族后裔 在印度 渐渐受到重视 你们有没有看那个新闻 现在印度政府 每年都会编预算 给蒙古尔帝国皇族的后裔 女的四百卢比 男的四千卢比 因为印度是一个重男轻女的地方 所以差那么多 而卢比啊 卢比跟台币 大概就是一半 所以说 女孩子四百卢比 那大概就是每个月 两百块台帝 意思意思 懒得就是两千块 两千块台帝 意思意思 毕竟呢 开玩笑 蒙古尔皇族那么多啊 那么多人 所以最近有一个新闻 就是这个末代皇帝 蒙古尔帝国末代皇帝的后裔 这个向印度政府抗议啊 他说 每个月四百块卢比太少了 所以他说他要打官司啊 准备把这个 红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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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宝要回来 问题是这个 你们知道这个红宝 是什么吗 红宝就是 以前 蒙古尔大帝国的首都 现在 现在每年啊 印度总理 每到 1947年 8月15日 印度宣布脱离 英国 独立的那一天 印度总理都会登上 这个 红宝 高达三十公尺 很高哦 那个城墙很高啊 三十公尺 相当于十城楼那么高 在上面向全国民众演说 电视实况转播 当然啊 下面 也是人群满满啊 所以说 末代皇帝 的后代 想要 要毁红宝 可能性 不大高啦 记者也这样问那个 末代皇帝 后代的 女性 女的 苏丹娜 他说 我也知道 可能性 不大 不大高 但是我主要的目的 就是说 四百块 卢比 实在是太少了 至少呢 你也应该要 再增加一点啊 之前 比苏丹娜还早 蒙乌尔帝国 皇族的后裔 有一个 有一个人呢 叫做 KHAN 那个我不大会念 应该念做 汉吧 他就成功向 印度政府 要回来 他们以前 所拥有的城堡 叫做 勒克脑城堡 这个 告诉我们什么 印度政府 很尊重 蒙乌尔帝国的 后代 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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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像这个 中国啊 中国在 满清政府 大清帝国 灭亡的时候 本来是很尊重 那个北洋政府 有让 溥仪住在 紫禁城里面 但是后来 冯玉祥 西北军那个 冯玉祥 发动政变 他就把 溥仪给 赶出去 而且他很 粗暴 他把那个 溥仪从 龙椅上 拉下来 但是印度就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印度人对 蒙乌尔帝国家族会这么尊敬 每个月都花津贴 因为当年蒙乌尔帝国末代皇帝 巴哈杜尔杀呢 他就是不肯 不肯屈服 英国啊 当时叫做大英帝国 他不肯向 英国皇帝下跪啊 结果英国皇帝大怒嘛 把他两个儿子 把两个王子杀掉 你跪不跪 不跪 杀 不跪 杀 两个儿子都杀掉 他 他那个时候已经84岁了 他很难过 但是 英皇就绝对 就是要让他去死啊 就把他流放到缅甸的黑森林啊 黑森林就是当年 中华民国那个杜玉民 那个远征军啊 穿越黑森林 十万大军死的 只剩下一万多人回到中国 那个黑森林很恐怖 那个黑森林很恐怖 里面 毒蛇猛兽 血质啊 一大堆啊 但是这个末代皇帝 巴哈杜尔沙 还活了五年 在那边活了五年 还好 没有绝后 因为 最小的那个儿子 当时被藏在花南里面 英国 英军没有发现 这个 这个 信存的皇子呢 叫做什么 J 你看那个英文 英文 我不大会念 应该念作 Jewa 巴哈 他 单传 只生了一个儿子 叫做 第二个 那个英文字 Jemish Shed 生了两个儿子 Majda Sikada Sikada 还有一个 叫做 Beta Beka Jemish Shed Jemish Shed 这个女儿呢 现在英国政府 印度政府就有点为难 所以 也刁难他 你说你是末代皇帝的后代 你可不可以拿出 你可不可以拿出更 更确确的证据啊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因为当初英国把末代皇帝流放到黑森林的时候 大家都证据说 末代皇帝就死在那边了嘛 一定是没有后代了啦 但没想到说 还有一个小孩子藏在华南里面 那个有活 活到了1925年的时候 这个 这个姓存的儿子 的儿子啊 就是这个Jemish Shed 曾经向英国政府要求 因为他还在缅甸嘛 他要求说 我要回国 英国政府答应了哦 因为那个时候 英国政府已经 已经大不如前了 因为1947年 是不是印度就独立了 就脱离英国独立了 而1925年 距离1947年 才22年呢 那个时候的英国啊 就忙着在 对付这个 欧洲的德国嘛 所以已经无暇雇这个印度 所以这个 末代皇帝的孙子呢 Jemish Shed 要求回到印度 被答应了 但是有一个条件啊 就是说 你绝对不可以 跟任何人说 你是末代皇帝的后代 你不可以说 你是皇族 你不可以说 你是末代皇帝的孙子 你如果说了 我们就把你给 吊死 啊你如果不说 乖乖的不说 我 我英国政府啊 每个月给你 给你多少 给你猜 给你们猜 10卢比啊 不过1925年时候的10卢比 应该是比现在大很多啦 但是 Jemish Shed 也是领了10卢比 领了几个月以后 觉得说 不够用 因为英国政府把他安排在加尔各达 也就是现在孟加拉那边的加尔各达 他就要求再加高 结果英国政府要给他提高 从10块卢比增加到每个月16卢比 如果以现在来讲啊 就是8块钱台币 每个月给你8块钱 哎呀 八块钱拿去吃糖 不要炒 但以前的1块 1块卢比应该比现在大很多啦 搞不好100倍有啊 那 那后来 他们就因为这样嘛 都没有跟 跟人家说 他们是末代皇帝的后代 所以真的是没有人知道 末代皇帝 巴尔 巴哈杜尔沙 的后代到底在哪里 然后这个巴哈杜尔沙的 的玄孙女啊 就是苏丹娜 他就有在抱怨啊 他说 哎当年 当年我 我选祖父末代皇帝 巴哈杜尔沙 是最有 最 最爱我们印度的 他临死不屈 两个儿子都被砍头 他就是不下跪 但是你反看 反观其他的 蒙物尔帝国的皇祖 每个人都向英国皇帝下跪 结果现在 他们从那个时候开始 就受到英国 英国的优待 到现在 每个 每个 每个人都是家财万贯 现在 现在在印度 那些 有像英国皇帝下跪的那些 蒙物尔皇族 都现在都很富有 都是贵族嘛 都是现在印度的贵族嘛 只有这个末代皇帝这个家族 因为 因为不屈服英国 而且被要求不可以公布 这个 他们的协同 而且被认为说已经绝后了 所以现在 现在才过得很凄惨 那 现在他们要求呢 返回红宝 不然就要给他 更好的待遇 我想应该会成功 那 那这个 从这些现象呢 我们可以判断啊 印度 在恢复 想要恢复以前 帝国的荣光哦 那 如果帝国的荣光 这种民主自信心 起来了 你说他们会把中国 他们会把中共放在眼里吗 哎 开玩笑 以前蒙古帝国就是把中国灭掉的呢 所以他们现在自认为继承 成吉思汉 的荣光 他们当然理所当然 可以灭掉中共的中国啊 没问题啊 而后来 也实现了嘛 这是未来人说的嘛 所以 从这一点呢 台湾的同胞们 大家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啦 中共 Game Over了啦 Game Over了啦 Game Over了啦 好 我有什么好担心的啦 我好担心的啦 我好担心的啦 所以我们下来